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不止中共肺炎 多種災害疫情威脅中國 中共兩會日期已定 疫情未退 相間合起 面對央視三聯罵 蓬佩奧堅持對中共調查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中國禁聞 英國政府4月初從中國購買了300臺呼吸機 但9天之後 一批英國的醫生和醫療管理人員 就發出了嚴厲的警告 說使用這些呼吸機 將對病人造成重大的傷害 包括導致死亡 美國NBC新聞4月30日報導說 一名資深的重症監護醫生代表英國第二大城市博明漢 和周邊地區的臨床醫生以及醫院的高管人員 給政府高層寫信說 這些呼吸機的供養系統有問題 無法正常清洗 而且這是救護車上所使用的呼吸機 還不是醫院中使用的呼吸機 信中說 我們希望停用這些呼吸機 為重症患者更換更好的提供呼吸的設備 美國NBC電視台4月29日報導說 白宮已經下令要求情報機構調查 中共和世衛組織是否有隱瞞疫情的行為 報導說 川普政府要求國家安全局和國防情報局收集相關的信息 包括通信、衛星圖像、人力和其他有關疫情爆發的數據 同時調查世衛組織對武漢兩個病毒實驗室所瞭解的情況 據知情官員透露 美國中央情報局也收到了類似的指示 被中共長期關押的六四天網創辦人黃奇 是否能夠與病重的母親見面 引起了大陸維權人士們廣泛的關注 4月30日 有網友在微信群組發起聯署 不到24個小時 就有100多人參與了 聯署信要求當局立刻無罪釋放黃奇 讓他與母親蒲文青團聚 黃奇的母親蒲文青已經87歲了 而且患有肺腫瘤 最近病情趨於嚴重了 他30日也向中共高層發出請求 希望他們能夠派人了解黃奇案件的真相 公平公正處理案件 好 下面是今天的時事禁聞 中共病毒給中國的名聲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但在疫情爆發的同時呢 中國大地還遭遇了多種其他的自然災害和瘟疫 其中有些被官方媒體刻意的淡化或者直接就消聲了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盤點一下 4月26號 中共國家發展改革委、農業農村部 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等11個部門單位聯合引發通知 要求各地加強對草地攤葉蛾、沙漠黃 及國內蝗蟲的監測 要寵口奪糧、飽豐收 目前草地攤葉蛾已經進入了中國大陸的雲南、四川等8個省 而第二波的蝗災正在東非蔓延 數量約是第一波的20倍 大陸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研究員張澤華 之前對媒體表示 隨著印度洋西南季風越來越強 黃群會從印度向南向東擴散到孟加拉國和緬甸境內 下一代成蟲在6月進入中國境內的風險將增大 除了蟲災 中國水產也爆發疫情 《中國水產前言》雜誌4月12號的報導證實 今年華南地區早造蝦養殖稱禍率普遍低下 發病率及排糖率在60%到80%不等 問題根源直指紅彩病毒 蝦紅彩病毒最早2014年在浙江省的蝦養殖廠被發現 到2018年以廣泛傳播到中國11個省市 形勢十分嚴峻 這種病毒具有高傳染性 死亡率高達80% 除了蝦 還會導致龍蝦和螃蟹等十足甲殼動物死亡 但病毒來源和傳播方式不清楚 目前還沒有特效藥處理 此外 雖然官方約有4個月沒有通報 新的非洲豬瘟病例 但疫情並沒有消失 中國農業農村部最近發消息稱 3月份以來 各地發現13起非洲豬瘟疫情 涉及湖北、四川、河南、內蒙古、甘肅、重慶 陝西、江蘇等地 23號 農業農村部有發通知 警告要警惕非洲馬溫 非洲馬溫目前在泰國出現 最近的疫點離中國邊境直線距離不足800公里 通知中說 據專家分析 中國已在國內檢出非洲馬溫傳播媒介昆蟲 疫情傳入中國的風險較高 一旦傳入 後果和損失將非常嚴重 目前 還有可從動物傳染人類的疫病在中國流行 在武漢爆發中共肺炎的初期 1月份 新疆多地爆發禽流感 2月湖南和四川也爆發了禽流感 其中湖南的H5N1亞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曾有感染人的先例 不過 之後大陸媒體幾乎沒有報導禽流感疫情 類似的還有鼠疫 去年11月 北京和內蒙古出現幾名確診鼠疫的患者 但之後鼠疫的情況消失在媒體 黨媒中心網在今年1月聲稱 內蒙古鼠疫得到有效控制 不過 根據《大紀元時報》獨家獲得的 內蒙古疾控部門4月13號發出的文件 內蒙四個盟視、十個期限的21個疫點 又發現了動物間鼠疫疫情 由於鼠疫疫情嚴峻 內蒙古鼠疫防控應急領導小組 4月3號印發通報 即令各地成立鼠疫防控小組 而當下對人類最具威脅的疫情是中共肺炎 由於中共在疫情初期的隱瞞 中共病毒已經擴散全球 藍述表示 中國歷朝歷代 當如此多的災害和瘟疫一同出現時 就會被認為天怒人怨 而中共幾十年來用暴力和謊言統治中國 用高壓讓民眾噤聲 目前已經到了最後的總爆發階段 中共宣布將於5月下旬召開今年的兩會 外界質疑 作為疫情發源地的中國 國內的疫情還沒有完全的消退 為何急著要召開兩會呢 評論認為呢 召開兩會除了象徵疫情可防可控 當局還可以透過表揚所謂的抗議英雄來避免糾責 同時呢 也可為兩會之後的政治角力做準備 中共每年3月召開的兩會 今年因為疫情影響而延期 4月29號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 中共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定於5月22號在北京召開 政協會議則提早一天 於5月21號召開 儘管中共兩會時間已經確定 但當局還沒有公布會期與議程等更多的細節 外界猜測 今年兩會最重要的看點是經濟 因為疫情給中國第一季度經濟造成巨大損失 根據數據 中國第一季度的GDP同比下降6.8% 創下最低記錄 它可以通過這個兩會來緩解一些壓力 討論一些經濟議題 解決一些經濟問題 哪怕是局部的 哪怕是暫時的 它也可以來緩解一些壓力 說白了 就是它可以利用這個兩會 它需要利用這個兩會 來實行以此經濟的維穩 中共當局敲定兩會日期 北京市的防疫應急 立即由一級下調為二級 與4月30號起生效 外界質疑 作為疫情發源地的中國 國內疫情還沒消退 為何急著召開兩會 它需要這個政績的來形成一個定論 這個是它鞏固自身地位的一個重要的砝碼 評論認為 最近中共政法部門出現人事地震 也可以解讀為 市委兩會之後的下一波政治絕歷做準備 從孫力軍落馬到傅政華的下課 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習近平他正在收緊 對政法系統的這個控制權 對習近平來說他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形式 來就是更換一批人 目的也是進一步的鞏固他的權力了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中共還會藉著這次兩會 推卸疫情爆發以及隱瞞疫情的責任 中共肺炎疫情快速在國際蔓延 也讓中共在外交上陷入困境 國際社會普遍質疑中共在疫情爆發之初 隱瞞疫情 造成世紀大災難 各國開始對中共進行聲討 目前國際社會的疫情還在持續 中國還處在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雙重壓力下 外界擔憂 五月下旬聚集北京召開會議 可能再次爆發群聚性感染 中國大陸有些地方 它疫情仍然還在發展 像哈爾濱疫情還比較嚴重 中共目前各地區恢復召開兩會的情況來看的話 那個視頻會議的方式它會大量使用 中國問題研究學者薛馳認為 中共五、六千個代表 再加上相應的工作人員至少上萬人聚集 這是非常高風險的事情 至於兩會能不能如期召開 還取決於中共病毒疫情 目前看來是不太樂觀 因為疫情根本沒有消退 只是潛伏 面對央視三聯罵 蓬佩奧堅持對中共調查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因為多次批評中共隱瞞疫情 罕見的被央視連續三天在新聞聯播中文革式的謾罵 引來國際輿論的驚詐和嘲諷 但蓬佩奧依然表示 美國一定要調查病毒是如何從中國傳播出來 並禍害全球的 也一定要讓中共為這次災難負責 4月29號 美媒福克斯新聞 就中共黨媒戰狼式的謾罵採訪了蓬佩奧 蓬佩奧說 這是典型的共產黨的伎倆 他表示 中共仍在隱瞞病毒的相關資訊 不讓美國專家得知 這對世界持續構成威脅 而美國要把事實查個水落石出 追究中共的責任 並讓中共為這場瘟疫負責 蓬佩奧還說 美國仍擔心中國內部的實驗室 全世界需要徹底瞭解 疫情究竟是如何在中國出現的 4月27、28號 央視在新聞聯播中 分別播放了國際衛品 用惡毒的語言攻擊蓬佩奧 4月29號晚 央視更是在新聞聯播中預告 《人民日報》將出版終聲文章 主要是攻擊蓬佩奧的言論 中共連續三天對蓬佩奧文革式的謾罵言論 尺度之大 措辭之低劣 引來國際輿論的驚詐和嘲諷 時事評論員石山刊文說 中美關係已經到了中共要破口大罵的時候 顯示兩國的關係破裂 無力回天 美中全面對抗時代正式開啟 蓬佩奧遭到中共國家電視臺 接二連三的攻擊辱罵 其實說明了中共確確實實是做賊心虛 他還是把整個這個國際社會環境 當成是在自己能夠一手遮天的中國境內來處理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說 在中國 中共控制了所有的國家機器 老百姓說真話或者不屈從於中共的欺騙和暴力統治 就會遭到迫害 但在國際上 中共這一招不靈了 實際上 它主要是演戲給中國境內老百姓看的 要讓中國境內的老百姓 不要有起來反抗造反的心 市政評論員邢天行分析說 中共通過叫罵美國政要給中國民眾洗腦 加強國內敵對情緒 同時把中美之間的矛盾和分歧推給美國 一方面可以震懾民眾 一方面被欺騙的民眾更加的依賴它 因為它樹立了一個假想敵 所以它就是可以利用中國民眾的 被它誤導和煽動起來這種情緒 進一步的做它未來要做的事 它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這其實也是中共一貫的洗腦策略 邢天行指出 中共在叫罵當中還留了一手 因為它畢竟面臨了重重的危機 包括經濟上的巨大的危機 它還是想試圖跟美國的企業之間有一些合作 所以它也不想由於它這個不慎的 在講話當中殺傷一大片 損傷了它以後的跟其他一些人的一些合作 所以它這種叫罵就單獨的攻擊這個蓬佩奧 邢天行說 其實中共是色力內忍 因為蓬佩奧多次公開講話都戳到了中共的痛處 中共最怕的就是說這個病毒是來自於武漢 而且最怕的就是國際上要求病毒的公開 包括這個調查 因為蓬佩奧這個講話是等於是對全世界公開的 這樣一個講話和一個態度 接下來可能是有所動作展開實質性的調查 還有其他的一些動作 中共掩蓋 隱瞞中共肺炎疫情 導致一場大瘟疫在全球大爆發 給各國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不可估量 目前美國兩個州政府宣布 將就疫情問題起訴中國 與此同時 美國 歐洲及印度等40多個國家的 民間團體和產業組織 紛紛發起要求撞告中國的連署 疫情爆發以來 蓬佩奧在多個公開場合 要求對中共病毒進行國際調查 要查清病毒來源 而且也支持各國對中共的所償 他說 中共隱匿疫情 直到現在仍沒有完全透明 全球包括所有中國人都是受害者 罪魁禍首是中共 蓬佩奧還多次強調 中共不等於中國 造成大流行病的是中共領導層 這個政權未能以公平開放和透明的方式解決問題 他承諾將讓中共政府為他們的行為付出代價 4月27號 美國總統川普也在記者會說 美國對中共處理病毒疫情不滿 正在進行認真調查 有很多方式讓中共為疫情承擔責任 面對央視三聯罵 蓬佩奧堅持對中共調查 一位在意大利留學的武漢學生 3月份因眼睛和耳朵出現問題回國看病 在上海隔離期間被感染 酒店私自處理了他所有的私人物品 包括護照 意大利居住憑證 歐元現金 還有保存在iPad裡面的一年的畫作 現在不能再回意大利上學了 瀕臨崩潰 4月29號凌晨1點 一名被稱作白肺病人的中共病毒患者 前往山西太原鐵路醫院急診科就醫 被拒絕 讓他去山西醫科大學第二醫院 不久 病人回來說 二院也不收 上傳視頻的網友提醒說 太原的朋友們要小心 黑龍江省疫情嚴重 最近在網上流傳的視頻顯示 在哈爾濱市道外區草石街市場上 有軍人直接在街頭站崗 街上還有急救車和穿著防衣服的醫護人員 知情網友說 草石街市場已經被圍欄封閉 大紀元4月30號披露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 牡丹江市康安醫院出現群聚感染 可能會被支援湖北的醫療隊接管 中共隱瞞疫情導致全球受害 中共的非洲兄弟尼日利亞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日前的該國一個律師團體 將中共政權告上了法庭 要求北京賠償2000億美元 評論認為呢 這說明 中共對非洲的控制已經開始失靈了 據尼日利亞媒體《每日郵報》4月26號報導 尼日利亞律師團聯盟向中共求償2000億美元 以賠償中共病毒給該國帶來的生命損失 經濟損失 精神創傷以及正常生活的破壞等 原告代表首席檢察官阿茲格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他們極力贊成採取法律行動 並強調他們已完成 針對中共政府的集體訴訟的訴求 聲明指出 法律專家小組計畫了一項兩階段的行動方案 第一步是向尼日利亞聯邦高等法院提告 第二步是說服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政府 在海牙國際法庭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提起國家訴訟 同時 法律專家將要求中共賠償2000億美元 中共政府將透過駐尼日利亞大使館收到訴訟書狀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提措 有可能也出乎中共的意料 因為中共一直以來認為它對非洲的援助 無論是基礎建設還是金融貸款 它把非洲變成了中國的第二個殖民地 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表示 毛澤東和周恩來當年曾經講過 中共進聯合國是非洲兄弟把中共抬進去的 所以他們信任非洲 並且中共長久以來對非洲注入了很多的金錢與物力 但是非洲卻在疫情爆發時拿起了法律武器 走上國際法庭對中共進行訴訟 這是中共始料未及的 據瞭解 尼日利亞目前確診病例共有1273例 因疫情死亡的人數為40人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認為 尼日利亞對中共求償的行為會對非洲其他國家造成示範效應 賴建平認為 中共病毒不僅影響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 也會導致中國經濟大崩潰 中共將無法再有充裕的資金 去延續所謂的一帶一路政策 張建表示 中共無法在非洲繼續大撒幣 也是促使非洲國家要對中共進行索賠的原因之一 張建表示 在尼日利亞律師團聯盟 向中共提出集體訴訟的那一刻 中共對非洲的控制權已經發生了逆轉 隨著中共病毒大流行造成全球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生命死亡 因此 國際社會要求中共賠償的呼聲越來越高 美國博曼法務集團4月中旬 代理了來自40個國家的1萬名感染者 起訴中共的案件 起訴書要求中共對隱瞞疫情造成的損失 賠償6萬億美元 大陸民眾不滿中共打著防疫的旗號監控百姓 憤而聲明退黨 那麼下面是他們退黨聲明的節選 來自北京的陶平安說呢 北京能堂食的飯館登記姓名 手機號碼 身份證號碼 溫度日期 這是防瘟疫還是打著瘟疫的旗號 維穩監控百姓呢 吃飯跟手機有關係嗎 吃飯跟身份證有關係嗎 身份不好就不給飯吃嗎 長得不好看是否就要活埋呢 沒被瘟疫瘟死 還得被中共氣死不成 中共幽靈不得好死 陶平安自願退出中共邪教團隊組織 另一位網友江輝說 因兒時受洗腦式教育 上學時積極入隊入團 還當兵參軍入黨 近年看著邪共統治的大陸 中華大地千瘡百孔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精神言論及信仰自由深受迫害 通過翻牆認識到海內外許多 勇敢正義的有志之士 認清了這個組織 加之這次武漢肺炎帶給全世界的災難 我深信邪共這次肯定 會在世界各國的討伐中 受到清算解體走向滅亡之路 我特此聲明退黨退團退隊 與這個深惡痛絕的組織劃清界限 好的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下次節目時間 再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